这个是中度台风小犬 它的暴风犬已经接触到台湾陆地了 好 预计呢 这个中心点将会在恒春半岛一带来做登陆 最快的时间就是在今天上半天 好 不过呢 现在这个小犬台风的暴风轩 失去笼罩全台湾 因此有不少县市都陆续出现了狂风暴雨的状况 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来告诉我一下 其中在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可能升级为大豪雨 好 因此呢 全台有18个县市在5号 就是今天这一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 稍后呢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会有来自于这个台东的最新情形 好 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屏东三仙台 目前我看到雨的状况已经有了 另外在这个富岗雨港的情形 到底是如何呢 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林晨佑 好 主播观众 我们现在呢 持续在台东富岗雨港 想问到小犬台风的最新动态 那么当然呢 小犬台风的暴风圈 现在是笼罩台东 目前在台东的状况 您可以发现就是 风比雨还要来得大 尤其这一阵一阵的阵风吹来 大概预估是有达到15级的强阵风 在台东会出现15级的强阵风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边的雨势 目前并没有这么的明显 可是呢 如果风势从这麦克风的收音 应该可以听到 正正的风切声 那么包含我们一早 来到了富岗雨港这边 本来是想要架脚架来拍摄的 结果呢 因为风势太大 所以呢 我们整个脚都必须要把脚架踩着 这个脚架才不会被风给吹翻 你就可以想到呢 在这边小犬台风 它的阵风威力 有多么样子的惊人 而一早呢 在富岗雨港这边 浪况一样 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们来看到呢 在富岗雨港这边的浪 是一波一波打上来 而且呢 是掀起了巨大的浪花 尤其这一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打到了防波堤之后 就涌现了浪花 而且呢 这些防波堤 几乎都快要被这个海浪给吞噬了 所以呢 就很可以想见 小犬台风 现在呢 真的是变成了风犬台风 风狗台风 在这边 在台东这边 是刮起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浪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呢 在昨天的时候 看到这些消波块 它原本呢 都还有半个身体 露在海面上 但是今天是完全看不到的 有没有看到这海浪 一波一波打过来 几乎都快要打上桥面 等于说呢 浪况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么在远处的防波堤 也是时不时 会有这个海浪打过来 刚刚这个浪啊 都直接喷溅起来 到我这眼睛 它这个海浪都是非常非常咸的 当然呢 以今天目前这样的状况 因为呢 台东的阵风很惊人 而且呢在蓝雨还测到了 史上最强最强的阵风 因此呢 台东县府在昨天晚上的宣布 今天台东县是完全停班停课的 而且呢 预估这一波的风雨 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停止 因为呢 台风的暴风圈 可能在前半段 能够扫到台湾的陆地 那么再来 还有后半段的这个部分 也是必须要严加戒备 还是提醒民众 台风天的时候务必不要出门 以免发生危险 以下是我们在台东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好 刚刚可以看到 在台东 其实风雨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个瞬间的阵风 预估会来到15级 提醒大家千万千万 不要随意出门 UserUser告诉我说 他所在的地方 因为有这个大山挡住 所以现在无风无雨 好另外呢 我还有看到很多这个朋友都有说 达斯维达说高频感觉没有风雨吗 好黄妈妈有告诉我说 台中的外谱风很大事吗 好希望大家无论这个风雨如何 今天如果是放台风下的朋友 还是待在家里头是比较安全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墾丁的部分状况又是如何呢 凌晨2点多钟 其实墾丁的雨淡就已经开炸了 伴随着这个风雨是蛮惊人的 好路上您可以看到 完全没有任何的人车 因此还是要呼吁民众没事的话 真的真的是不要外出了 接下来看到蓝雨的状况又是如何 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马德 也有告诉过大家 这个蓝雨啊 这一回首当其冲 甚至还出现了秒速 95.2公尺的破记录的强风 好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就说 这个蓝雨的游地区号 刚好就是952 因此大家就觉得说真的是一个恐怖的巧合 不过这个蓝雨的状况是如何 透过接下来这则报道 恐怕大家会比较有感 因为出现了这个瞬间17级的强风 台风小犬持续朝台湾前进 直击第一线的离岛蓝雨 狂风猛吹 风切声就像炸裂一样 17级的强阵风夹带雨弹 疯狂轰炸蓝雨 根据气象署最新数据 蓝雨4号晚间7点多 开始出现17级强阵风 风力也从10级提升为11级 再停一次这风切声 17级强阵风狂吹 路数被吹到歪腰 电线杆不停摇晃 画面触目惊息 但气象署说这阵风还在持续增强 蓝雨的观测阵风 已经有来到15级的阵风 绿岛的阵风也有来到13级 随着台风的更为靠近 这样子的强风势 还有可能会稍微再增强一些些 在今天晚近到明天一整天 风雨最为显著 而在北台湾虽然在暴风圈边缘 但4号晚上8点多 基隆振兴路 新一路等多处路段 已经有超过3000户停电 截至4号晚间8点多 全台已经有2.6万户 曾发生过停电 台风小犬来势汹汹但还没登陆 各县市平传停电灾情 民众出门务必注意路况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有多处都停电了 我家昨天晚上半夜也有停电 另外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 新竹市南大陆等区域 昨天深夜时分有将近3000户是停电的状况 台电的新竹区处表示 因为是公园变电所的溃线 断路气跳脱导致大停电 好 截至昨天深夜11点35分左右 还有1454户等待抢修 好 另外类似的状况 也出现在高雄 这个是古山三路一带 因为台风树木压断线路 结果造成了配电设备损坏 停电的户数大约是1445户 台电的高雄区处呢 已经立刻去派源抢修了 好 根据了解呢 有民众一度发现停电之前 这个电线有冒出了火花 跟传出了爆炸声响 不过呢 台电人员说 到现场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到任何的火花 当然全台各地也陆续有零星的灾情传出 这个是在台中的部分 在台中呢 有三层楼高的大树 因为不敌墙风 所以就被连根拔起了 直接横躺在道路中央 占据了半个车道 由于刚好是下班的尖峰时段 立刻造成车流回堵 还有其他路口呢 有两层楼高的招牌 整片都被吹落了 扯断电线 结果导致电线杆倒塌 还波及到一辆轿车 台风小犬发威 下班尖峰时段 台中市区交通大打劫 一颗三层楼高的大树 不敌墙风被连根拔起倒地 占据半个车道 警销赶来清除路障 但到晚间还是无法排除 甚至还有一部轿车惨遭波及 直接被压在大树底下车顶整个凹陷下去 市府养工处出动电锯 大树倒塌在台中重德路跟践行路附近 是市区的重要道路 市府要用最短的时间排除路障 不只大树倒塌 在台中立一处路口 两层楼高的招牌也不敌枪风 整片被吹倒 从二楼砸到地面 还扯到了电线 导致一旁电线杆倒塌 波及旁边一辆轿车 车尾几乎不见 电线杆倒塌 导致整条街道全部停电 消防人员只能摸黑 拿着手电筒趴在地上仔细搜索 确认有没有人被砸伤 再往南走 离台风更近一点的台南 出现惊人的磁砖雨 警方围起层层封锁线 台南市中西区府前路二段 一栋大楼上方不敌强风猛吹 磁砖落石不断从墙面剥落 险些砸伤人 台风小犬来袭 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下雨 台北乌来一部小货车 疑似天云路滑失控 侧身滑行数十公尺 直直撞上路边 停放的轿车及机车 意外导致驾驶跟一名乘客受伤 索性送医后没有大碍 台风小犬步步进逼 全台多处传出零星灾情 用路人务必多加留意路况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基隆四号晚间八点多钟 也是突然大停电了 总计大约有三千户受到了影响 还有民众因此受困在电梯里头 这个是在基隆的中正区 降丰街跟中正路一带 晚间八点多钟的时候 突然大停电了 有两位民众通报遭困在电梯里头 还好两个人最后都是平安无事的 另外呢 还有一间安养中心停电 整个一片黑漆漆 只能够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 等待复电 台电说 估计有三千户受到影响 疑似也是因为溃线跳脱所导致的 不过详细的停电原因 还在厘清当中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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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